这么大事为啥不告诉我 怎么了 总 你跟我解释一下呗 咱老板在座上怎么弄 你俩的合影 咋个事 其实咱公司老板 是我吧 十几年 哥们 你骂我到现在 咱俩还 几地铁 没事 吃点路边菜 不是不是 总航 你听我解释 我真不是故意的 我明白你啥意思 你是怕我赌你钱 跟你做朋友吗 没有 总航 我错了 我补偿你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十几年赶紧 咱们补偿了 不是 总航 兄弟那我就不瞒你了 我都告诉你 我家其实不止是一家公司 还有80家企业 资产一百多亿嘛 你跟我说这些干啥呀 我愿意听这些呀 诶 总航 对 你不喜欢玩游戏吗 我这电脑刚买的 送给你了 多大了 我小孩子啊 快玩游戏啊 男人玩车 这车 都送给你了 你明知道我租的房子 没有车位 你给我这了这车 你埋着我 我刚买了两个别墅 送你一个 咱俩坐邻居 我什么档次 我跟你住一样房子 我还跟你坐邻居 大平成就行了 平成好顺 平成随便走 行 这车房子都有了 我高低赚点钱赚 结果 赚点充满 周峰你先花了 我不要你的钱 我要通过我自己工作努力 自己挣钱 好 哎 老板 这才是真朋友 爸 周峰子咱们这时候工作挺累的 你得换个轻松点的工作 换什么换的 我喜欢在咱爸收拟的工作 把我把公司交给你 不行 爸 你把公司给咱们更累了 你听咱爸的 行吧 周峰你消气什么 我消什么气啊 你说你俩忙一天 你俩吃饭了吗 这身体累垮了怎么办 通知交给我放心吧 好 好不好 好 毕总 我喜欢你好久了 再说吧去 你俩干啥呢 慢走 你俩干啥呢 能干干 不能干 滚 你爸生气了 什么 那是你爸吗 老板的 你做梦的 看着你俩合眼了 你快点的 什么 你俩干啥呢 你说啥呢 家有几例 你俩干啥呢 你俩干啥呢 你俩干啥呢